昨晚就是详细一点说 鲍威尔就出席国会听证会 就说到美国经济不再需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表明如果有需要的话 在更长时间内会加息多次的 也都会毫不犹豫地行动 今年稍后的时间将会容许当局缩减资产负债表 见到美股其实连续两天就是先底后高 就是昨天其实你说单体的言论 我就觉得都真的挺樱态 好像叫做reconfirm了大家的预期 就是会加息可能比较多的次数 三至四次 还有年内真的会缩掉 但是市场的玩法就是 初初觉得硬市就跌了下去 但是后来就跌了上去 其实这几天你的策略是怎样部署 还有你觉得未来应该怎样处理手头上的美股呢 我想真的经常性会弹出弹入 我觉得因为始终都说了几次 今年是收水年 这变成一定是会偏樱的 其实昨天看到鲍威尔说的东西都挺害怕的 好像整地都是樱的 是 我们加息又要缩表之类的 不过似乎这条街应该是在前晚 纳指曾经跌过3%之后 这条街应该是在某程度上的一个言论 所以我想现在在部署上 我自己就 美股暂时也不是很重瘡 因为我想始终都是弹出弹入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如果你太重瘡 你好像礼拜一晚 礼拜一晚那一刻 你这样杀下去 你重瘡你一定会害怕 一定会被人震走的 是 那我就不管了 坐着正常的仓位睡觉起床 你赢了钱 是 因为你没有被人震走 反过来 我在昨天 盘后我就自己买了一些微股 我就拼它 应该在周一晚那一刻就震完一阵 然后有机会再拼一下 结果昨晚 最初都害怕了 就像Vandy所说 阿宝威尔最初是这样放映的 市场都是蹭下蹭下的 然后你会发觉好像占不下 然后我之前短炒买下的这些都可以上升 然后今早起床我都沽了它 都叫做有少少的利润 我想操作方面 我自己都是从手仓为主 打下游击 因为我还是会觉得 今年再用Buy and Hold 那个方法未必会有效的 因为过往那两年Buy and Hold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因为完全是说放水 不停的钱很多的时候 就找东西买 但是如果你说今年去到收水的话 Buy and Hold 这件事 你会看到很多的美股 尤其是科技股 已经不是以往的右上角走的 很多已经向右下角 还有强势股 我之前经常说的那只SE 已经赌到好像输了200元 当然它有腾讯股 但是它其实在减持之前 已经在下跌 很多不少的强势股都在下跌 我想这件事要小心 就是说今年是否真的可以坐得上去呢 我想这个要调节一下心态 还有我想这个心态上面除了不要再用Buy and Hold之外 我想多一些做短线的操作 就是后排位当然不是要你Buy the Deep 很难Buy the Deep 的问题就是你这个Dip出了之后 你再买博它多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试下做 就像昨天我这样去做 因为你买不到那个Dip 但是如果你Dip了之后抽上来 起码短线见底的时候 你拨它再上去 那你容易一些 还有你下面的止蝕位又容易看一些 你用那个Dip来做止蝕 我想我自己暂时 如果你看到虽然你说 今年开局都在说两个星期都不够 但是明显地那个Tock的程度都挺大 我就暂时用这个游击方法先 等到真的可能有一个Train 我才再想怎么部署 是呀 这一阶段大事都告诉你 那个波幅是否真的比较大 是的